大家好,我叫Angie 我现在就在香港语读BA的课程 我的major就是global creative industries korean studies和minor marketing 我在今个暑假就参加了一个virtual internship program 在一间新加坡的IoT公司叫Variance 做了8个星期的课程 我在这里的post就是叫lead in creative media 我的工作就最主要是设计一些社交媒体的post 都去管理一下他们的IG、Facebook page 另外也有去尝试去launch一些marketing campaign 我觉得这8个星期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比较迷茫 可能因为一开始就知道是virtual 也有点抱着一个怀疑的心态 可以吗? 另外一个原因就可能 因为Ethan就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有兴趣的东西 和我们在学校学过的东西就直接运用出来 但因为始终都是virtual 所以就比较难去了解公司的运作或者情况等等 但不过幸运因为有Ethan和其他课程的帮忙 所以其实就很快就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情况 和开始我的工作 我会说这8个星期是一个非常获益良多的经验 因为除了我可以做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之外 亦都不断地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例如我刚才也有提及过 Ethan就很鼓励我们去结合我们有兴趣的东西 和我们学过的东西在现实生活里面 同时我们可能提出一些意见之后 Ethan也会给一些很实用的讨论或者意见给我们 希望令到我们可以进步 令到希望我们可以从一个商业的角度去思考每件事 所以每一次跟Ethan去谈论一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另外因为Ethan就会说一些广东话 所以有时我们用广东话去沟通的时候 有说有笑其实整个过程都挺有趣的 除此之外我都不断地学到新的东西 透过Ethan给我的讨论和意见 其实我真的不断地去尝试 去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每件事 去思考每一个方案 另外也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些我未试过的东西 例如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教育的学生 我始终对科技方面就不是太熟悉的 但是因为始终Varius是一间智能产品 科案的公司 所以我在了解Varius和它的产品的同时 其实我也学到很多不同的和科技有关的知识 另外我也有尝试去剪片 设计一下Story Board 以及去翻译一下不同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没有期望过会经历或做到的东西 所以我非常相信以百个星期的经验 是可以绝对对我将来的学业 甚至是工作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我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Ethan 给了这个机会 我在Varius做这一个 Vertual Internship 真的没有他的帮助 我真的不会学到那么多东西 同时也很感谢所有的认识 去帮我去完成所有的工作 也都跟他们的交流 也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同时也都很高兴可以认识到他们 那真的很感激在这个暑假所有的事情 我在这里捉Varius 所以就得更远 一切顺利 也都希望可以在疫情之后 可以在线下跟大家见面